拥有一辆自己的跑车是很多人心中的梦想 Dream Car也一般都是上百万 足以为之众生奋斗 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普通跑车 基本上都在五六十万区间 经典的就是雪佛兰克买罗 奔驰SLK 宝马Z4 奥迪TT 日产370Z等等 但是五六十万的售价也还是蛮贵的 所以在二三十万区间 也就诞生了大家所熟知的平民跑车 其中为首的又要说 马自达MX5 斯巴鲁BRZ 劳文斯酷派 以及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 丰田86 对于86 我想很多人还停留在日本动漫 投文字帝中 藤原拓海的作家A86上 但是现在的丰田86 可不是那里面说的那台 只是名字相同罢了 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怀的延续吧 目前丰田86的售价依旧是26.9万几 虽然售价没变 但对于有跑车梦的朋友来说 这辆车无疑是暂时一个不错的选择 开出去既不装逼也不显富 别人绝对会认为已很懂车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台车吧 跑车在我们的印象中 往往都有着低矮的车身 曼曼的身段 在气势上就能将你征服 当然丰田86同样也不例外 外观上 86的中网面积很大 直立式的雾灯 尽量向两边延伸 营造出了强烈的跑车形象 丰田86的前脸 与概念车FT86非常相似 那魔鬼鱼一般的巨型进气口 和LED日间行车灯 是最能吸引我眼球的部分 内饰方面 丰田86无框式车门开启幅度很大 这也是双门跑车共有的特点 整个内饰采用纯黑配色 可以红线点缀布局简单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能分散你的注意力 并且做工依旧保持丰田一贯的高水准 不得不说 丰田公司将86调教的那么频繁 却又让人爱不释手 26万买台丰田86 小编认为绝对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